你的心脏每分钟跳多少次呢 要想长寿健康 心率保持在60号还是80号呢 大家快来测测自己的心率 看看达标了吗 大家好我是丁医生 什么是心率呢 它指的是心脏每分钟跳动的次数 也就是我们人体一向重要的生命体征 对动物来说更是如此 大家都知道 小鼠小兔子的心率很快 每分钟几乎能达到数百次 而它的寿命呢 却只有两三年 而大海里的鲸鱼心率很慢 每分钟呢大概只有20次 而鲸鱼活上个几十年 那都是轻轻松松 还有个比较极顿的例子 有一种叫做格拉帕克斯的乌龟 它的心脏呢 每分钟就跳动6次 但寿命呢可以长达177年 这么长寿 谁看了不说一句羡慕 这么看来是不是心率越慢 寿命就越长了呢 受到大自然的启发 有学者针对心率跟寿命之间 粘开了研究 研究人员选取了6800名健康的成年人 然后让他们都处于安静状态 测量心率 结果发现心脏每分钟跳动 55到95次 平均每分钟68次 那么从理论上来看 人的心率可能会受到 神经体液因素的影响 当一个人呢 情绪特别激动 或者是刚刚结束了剧烈运动 那么心率呢就会显著变快 只有在睡觉思考 安静不动的状态下 心率才会变慢 此外研究人员还发现 在这些人群当中 身体非常健康 没有患任何疾病的人群 心脏每分钟跳动68到72次 寿命基本能突破80大关 而那些心率比他们慢 心脏每分钟只跳58到62次的人呢 寿命普遍要更高 基本都能达到90多岁 为什么会呈现这样一种结果呢 从理论来看 心率慢的人 心脏跳动的次数比较少 这就给心脏留了充分的时间去休息 避免心脏007高强度工作 过度疲劳 而心率快的人呢 心脏跳动次数更多 勤勤恳恳工作 但是没时间休息 心脏就容易疲劳 心脏太累了 还可能跟各种心血管疾病的 发生承认关系 最终可能促进寿命变短 那么问题来了 我们有办法降低心率 实现长命百岁的目标吗 首先大家要明白 并不是心率越低 身体就越好 有研究认为呀 一位身体健康的成年人 在安静状态下的心率 保持在60次左右 寿命就有可能达到93岁 不过呀 大家也没必要 非去追求60的心率 一般情况下 安静状态下 心率控制在55到70次 都是比较理想的 要是再低 甚至每分钟心跳 次数少于45次 那可能有心率失常的风险 既然知道了合理的心率范围 那么我们如何人为调整心率呢 第一点就是定期运动 一般来说强度11的运动 能够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 紧急的呢 我们还要控制好体重 太胖的话呢 会加重心脏负担 让心脏跳得更快 与此同时呢 还要定期监测心率 看看我们的心脏 今天工作的怎么样 大家可以在早上起床之后 用食指 中指 按在脉搏上 测测看一看 自己的心脏 一分钟跳多少次 如果家里边有电子血压剂 也可以拿出来测一测 上面一般都会显示心率 总之呢 心率太快太慢 都不是理想的状态 如果您在安静状态下 心率能保持55到70次 那恭喜您 离长命百岁的目标 又进了一步 心率过快的朋友 也不用着急 咱们可以试一试 通过运动 控制体重 远离坚久的方法 去人为的调节心率 健康生活 第一阵的心率呢 是65次 屏幕前的您 一起讨论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 我是丁医生 关爱健康 关注我 咱们下期再见